再见吧 喂 等我插个耳机啊 能听见吗 能听清楚吗 那边现在几点 我这边晚上十点半 那咱们开始 现在的生活来讲 就是下午三点没啥去 先做个自我介绍 就是我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 然后而且还是一个寝室的 然后之前我们两个人也一起出国去留过学 然后现在他在加拿大 然后我在这个国内 然后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 对 他说了 我是在大学同学 然后现在在深海这边 布鲁克上大学研究生 然后马上应该又去读博吧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疯狂的联系 你那个啥 就这样 当时是我知道你是你可以讲一下你当时怎么去的这个加拿大吗 就是去加拿大这个经历 去加拿大这个情况就是首先选个地方 哎 刚才是断了吗 OK 首先不得选一个地方 地方这个事选就比较拿手了 首先咱们隶属一下哪个地方能去理智一点 看美国现在已经那个样子了 肯定是不能去了 然后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也很离谱了 森林大火什么的 起床一条蛇一个小蜘蛛啥的 确实 就基本上就没了 然后澳大利亚跟美国也就没了 能选的日本 日本压力贼大 还不如中国呢 而且日语那个东西很小众你知道 不像英语 很大众话 就是大家都得学 然后最后 你剩下的世界还有什么地方 英国 英国你不像加拿大 你要是喜欢这个地方还能留下 你像英国基本上是不可能 太固 相比于加拿大来的 对 而且英国太固 英国的政策就很离谱 他不让你留下就很难受 你要是这边还多个选择啥的 弹幕里还有说泰国 去泰国 去泰国就更 还得学泰语 就还不如去日本 学日语 泰国 泰国 缅甸和老窝是吗 西马太 去这些地方 西亚伯 三兄弟 我的天 那你 那你当时 就你现在 你现在升博士的话 是准备去哪几个学校 就你计划 去哪几个学校 升博士 就是 升博士嘛 跟国内不一样 也不用考试就随便审摆 你就从上往下掐着名单往下一个一个的数 疯狂 投 他有啥要求吗 要求 他也没有什么要求 所以说很烦人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要求 你就是 就是他说了什么 是什么 就啥都没有 然后你就就就那么愣身 是吗 对是随便身的 现在读的是研究生 博士和研究生身还不一样 这边你要身研究生的话吧 你还是得拿大学本科成绩来身 但是吧 也是投 投比较坑的就是 你投一个学校 反正说话之前先交两百刀再说 申请就要交两百刀 也就是申请 你就跟他提交之前 先交两百刀再说 那那个啥 就是 读了博士头的 还用担心头发的问题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头发太多 可能等于读 郑凯的礼拜 你就不那么想 吐头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头发太多 博士需要论文 但是你是指毕业论文 还是指入博士论文 如果你要是入学的话 你是不需要有论文 你要是本科和研究生 在多大上的话 你去滑铁卢 我基本上就不需要论文 直接写个信什么东西的 就能进去了 但如果你要是 我声音有点小 我感觉我声音挺大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博士毕业的话 你确实是得发论文 而且博士毕业这个论文 一般情况下 国外这边都得发那种不水的论文 然后校长一般都会亲自给你颁奖 然后告诉你什么 恭喜你为人类推进一步 做出了什么杰出的贡献 那就是深博士的话 不需要你带着论文去是吧 对深博士的话不需要 学校转专业的话 你这个不同的学校 你是不一样的 你最好联系一下 就是系里边管事的人 就可以了 你连系里边管事的人 然后跟他说 系里边一般都会有一个管 就是平时日常上课这些事的人 联系他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处理 那你这个 那就是你比如说你深硕士的话 在国外深硕士 他是看这个基点 是有一个标准的是吧 但深博士就没有 深硕士有一点好处 就是他有一个标准 你只要成本科成绩不是很低 他就没什么问题 你比如说想去一些 好一点的地方的话 本科成绩达到八十多八九十吧 就不会看你在哪读的 他就会很大概率就会要你 就不看学校不看出身 就只看只看你的成绩 对 也不能说只看成绩 还是没那么在意出身 就太次的学校也不行 其实 对 而且你这样你要读博的话 他要求是几点分九十 但这个九十一般就是一个水要求 大家都能拿到研究生的话 就是你连几点九十 就基本上你要达不到九十的话 也不利 你要达不到九十 对 也能 也可以 你达不到九十 反正没那么要求 但是你要知道跟你竞争的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世界的 你要去一些什么多大了 这些读博 跟你竞争的可能是美国 美国什么 MIT的 MIT 然后那个什么 考本销没考上 落榜了 然后抱了个哈肚也没上了 然后 就看一看什么普林斯顿也没进去 然后 没事来个多大搞个底 去加大 太难受了 你这竞争对手根本就没有可能性 也不能说没有可能性吧 反正是抱有一点希望 那你在这边 你是你现在在这边待多长时间 待了两年了是吧 快两年了 一年吧 一年 对 住在哪里 当然 这个住啊 反正 这边有好多这种地方 就是 他们比较明白 一般 一般都住在自己租房子住啊 很少也不能说很少 因为本科生还是要求住学校 有有的要求住学校 读语言的时候 大一心生的要求住学校 要求住宿舍 对宿舍学校宿舍可真是太离谱了 就是每个月一千五百岛 一间憋屈的不省的小屋子 然后跟几个外国人一起住 外国人还天天晚上party 你这根本受不了 是有不能挑 完全随机 然后租金一个月一千五 在我们这个地方 大概是普通的三倍左右 你的学校不是在山上 我听你说过 对 学校在山上 那你的 语言 你说 语言反正我是没读过 我当时一次就考过了 语言的话 你认识一些什么读语言的学生吗 新生们 年轻人们 年轻人们 我已经接触不到了 我只能认识曾经读过语言 当然读语言是读多长时间 是不限时间吗 还是这样 语言的话 语言的话现在是 怎么说的 它是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然后它应该会有一个考试 因为我没读过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但反正 五级 看起来确实是挺难 就是你报班 就是你这五级是都得过 还是怎么样 还是就是你过其中一级就行 征集 打怪 考驾照一样 课一课二 课三 课四的是吗 你就是第一年读 读一个一级 然后考个试 然后没过的话 就再来一遍 然后过了的话就二级 三级四级 那确实 但是听说能跳鼻 但是现在好像不开心 看成绩的调节 也是 对对对 看成绩 你在那边 你你学的专业是啥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你这么一个确切的 这么一个专业 数学啊 就没了 就就就光是数学 是吧 怎么说呢 专业一点来讲吧 代数 那那你那个啥呢 你们你们这个研究生还需要选课吗 研究生不用选课 研究生一般情况下老师会帮你选 老师就直接帮你选是吧 就不用不用自己管 没有什么人生自由 也不能这么说吧 选的都挺好的 就是毕业要求的课 研究生比本课可轻松多 研究生一共上六名课 学分你一门课多少学分 不按学分算 课程算是吧 跟国内咱们当时上本课可不一样 现在就是六门课 反正我们现在是 List 走List 一个A B C三个三张表 每个表里边你选 尔克 你就可以毕业了 就这么简单 没错 而且你必须得每个里边选两边 你说我修五个A 一个B 那肯定是不行的 就得二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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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有人问就是国内哪个数学系比较好 那当然是北大了 那还是问吧 清华北大 南开也可以凑合凑合 现在南开勉强了 跟清华北大一比 清华北大 你说这几个学校 清华北大有谁能上 就是随便就能上了 那清华北大现在越来越离谱 怎么办 考个700分 现在好像都去不了 那715 720可能能去 这高考一年比一年低 在我高考的时候 680还算是高分呢 现在680你可能 一个省你能排个一万来名吧 我就比较好奇一个 就是他能拿高考成绩 直接升这个国外的学校 应该是能升大学 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没升过 当时咱们上高中的时候 不是有个什么 阿普多拉国王科技大学 对没错 我还想去呢 阿普多拉国王科技大学 一听名字就帅 现在身不合适的话 那个学校目前还没有要我的这个可能性 而且那个学校 应该更严格 阿普多拉国王科技大学 毕竟是个土豪学校 我现在声音小吗 我声音小 不是你声音小 对 我是 看错 那你就 大点什么 你就大概分享一下 你这个 比如说你 现在这个留学生活 要啥的 你觉得有啥 跟国内是 不大一样的 不大一样的 其实也挺多吧 反正你在这边毕业了以后 就是拿个工签吧 拿完工签了以后 就多一种选择 那工签有一点烦 不是工签去了 拿一个PR什么东西的 也不用入类 风叶卡是吗 平时假期 就是那种风叶卡是吗 对 风叶卡 对 然后出去玩的话 这方面有很多 跟国内出去玩 方会很不一样 国内你就玩一些 像去个酒吧 什么东西的 或者你去 你去跟同学 旅个游 什么东西的 这边就是 自然风光 美好的 大自然 对 大瀑布 大瀑布旁边还有 各种奇怪的小店 奇洋图 我们家前两天 买了只鸭子 对 你哪买了只鸭 买了只鸭子 然后鸭子农场 买了两只鸭子 然后养的这么大了 一个月 然后被叼走了一只 到外面养了一只 叼走一只 不知道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什么奇怪的小动物吧 幻熊 但我感觉有点离谱 那是鸭子绞生 绑着的绳子都给吃了 你在那边见过什么 就是比较比较特殊的这个野生动物吗 特殊的野生动物 浣熊 经常见的 是火的 鸭子是火的 作为派档 我们 我总想吃的 我房东就是不知道 房东是华人还是 呃 华人 深海华人挺多的 也有几万吧 几万华人 黄东是个试试 作为安省第十大省 前十大省 当时我被这个名号唬了很久 然后仔细一想想我们国内 想一想哪个省的第十大省 别说第三大省我都 叫不上名了 布鲁克华人还是挺多的 你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这个华人啊 还是这个外国人 也不是 华人外国人都有 他这边挺均衡 而且他们这边 也不管你什么各种奇怪的英语 单词什么东西说不准 就逗那个 那个 可能就是因为睡了四年之后长得比较像 就是我 中餐馆有推荐 你说跟我 哦对说到中餐馆的话 我来了以后特别喜欢缩粉 以前在国内都没吃过那个 越南米粉 越南米粉 那叫中餐馆 对 米粉 那叫中餐馆吧 对 越南米粉 哎 差不多了 中餐馆还有啥 还有就是 有个什么奇怪的 东北小厨 还有群里的大妈 那就自己 那他们 他们 平时做饭吗 那肯定是做饭的 他们那边的话 这个东北菜做的正宗吗 就你以一个东北人的视角来看 东北菜 没有什么东北菜 但是有哈密尔顿旁边应该有东北菜 然后哈密尔顿刚才说到景色的 哈密尔顿旁边有爬野山 我们前几天开车去爬野山 爬的那个野山 真的是野 就是顺着那个悬崖 翘地就往上 就是徒手往上爬 你就发照片 那个吗 然后那个外国人就坐在那块 对 外国人就坐在那块 看风景 就是90度的垂直 没有任何装备 咱们当时在波兰海野的那种 那种野山是吗 野多了 根本就没有安全措施 就是往上愣爬 爬到顶上 然后那个外国人看我们是新手 告诉我们那边很安全 然后我们就走了一个 也比较陡峭的路 上去了以后 站在那拍照的时候 旁边那个悬崖上 突然伸出一只手 一个外国人又上来 就直接徒手 徒手攀岩 就那么愣上来 对 徒手攀岩愣上来 就是巨高无比的一个山 就徒手往上爬 还有年纪轻的 年纪大的 那他们下去咋下去 下去啊 下去还是走正常人路的 回国的话 我感觉最近是够呛了 明年吧 明年等你回来 咱们可以聚一聚 对啊 春节其实我很想回去 但这一波我估计都得囤到春节了 这一波票 春节其实你可以回来 你不就是因为太抠了 嫌机票贵不回来吗 四五万一张机票 真的是贵 春节那会儿还好吧 春节那会儿 有那么贵吗 你想现在 肯定都得在那个时候回来 而且现在航空公司亏的钱 都得在那会儿 反正是反正这会儿 肯定是机票 越来越贵 还是老是在那边待着吧 你在那边 对 你在那边就是 像之前在波兰 就是吃过的那种 Dumpling 那种土豆馅的饺子 就是那边 加拿大的邪恶排行榜 无论走到哪 我发现世界的邪恶排行榜 波兰总是占有兴许 你还记着最后咱们走之前 去的那家波兰传统食物里边 那个什么素 就是咱们要点那个汤 酸汤 贼贵 但是舍不得扔又难吃 最后还是 不是咱们当时 在那个哪 在那个扎块内吃过一次吗 当时那个餐馆做的好吃 我感觉是饭店的事 那是要错汤了 咱们要的应该不是一种汤 还记得你的奶油 对 对 而且现在他们这边的外国人潮市有饺子 但是饺子上没有汉字的话 千万不要随便买 其实没有 饺子上没有汉字意味着什么 就是波兰饺子 波兰饺子意味着什么 就那边那边就波兰饺子 还有什么 挺挺有名的 这么一个小吃是吗 在国外 我感觉在国外都很有名 比中国饺子有名多了 那他们 校外学生公寓 奶酪味的饺子有点太邪恶了 土豆味的勉强能接受 草莓味的已经 已经挺致命的了 郑凯那边的公寓其实都挺好的 他们这边分为好多那什么 我感觉你住一个好的地方来讲 其实室友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旁边我隔壁住到我这的人 就是他以前他们家有一个外国人 就是奇葩 天天晚上抽大妈在家里 然后对在家里就疯狂的咳大妈 然后还那个 还偷他们的东西吃 偷他们的饺子吃 也不知道那个外国人怎么吃 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头 在那个屋住了可能有快十年 那个老头是租的房 对那老头是租的房 所以说 那个 那个老头 你要是摊上一个那个室友 把他们一家都逼走 把我朋友们七八个人全都逼走 这一个人 就是你这一个室友就很致命 你要是大家都挺好的话 就是大家能互相帮助什么东西的 做个菜什么东西的 互相用点 偷点麻 这都可以 主要在国外主要就看人 毕竟在国外 像咱们当时在波兰那会儿 过得快乐的主要原因 就是咱们一波去的 还有那么几个人比较玩的来 对 你如果玩的来的话 你天天在这边 那事情可真的是很多 今天晚上本来 还有人要庆祝一下 过来打麻将 传统让我拒绝 有人问你 是不是特别热爱数学 为啥读数学专业 这个 数学专业 觉得数学有意思 因为数学 你想 其实你读什么东西 对啊 因为你想 你其实大学读什么东西 跟你出去工作以后 关系不是很大 然后你就肯定得读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比较万金油 你干什么都能用得上的 数学他本来学的 就是一种思维 对 硕士肯定打麻将了 我这是新学的 天天书 我就是今天找了个理由 拒绝了他们 一打麻将就收10克钱 一打麻将就收10克钱 有人问你 布鲁克啥专业好 还有MBA怎么样 布鲁克MBA MBA其实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知道 布鲁克最强的专业是 会计 要是能进布鲁克会计中间 并且读出来的话 那简直 好像能碾压多大和 滑铁炉这种老牌学校 你现在能转吗 转会计 你发现你读的也是数学 应该是够强 他们会计他们有那什么呀 他们有淘汰机制什么东西的 我转过去也没有背景啥的 就得从头开始读 适合刚来的人 刚来的人比较 就是不用花那么长时间 从头学是吧 你这你要转会 你还得补基础 对他能从头学 对我要从头学的话 就相当于我本科啥都没念了 就很不划算了 数学 对上科还是挺低的 那你数学相当于基础 对会计一点帮助都没有是吧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帮助 不了解的会计法 对 读博还是想继续读数学 跨科申请博士的话 有点困难 是是是 因为你读完误硕士的话 你的这个大体方向都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你大体走这个方向 隔行如隔山吧 你像同样是数学 问我一些什么高等数学 什么东西的 我就完全不会 现在本科学的东西你就不会了 本科学的东西我除了现在研究的东西外 基本上 对不起 你这天天也不用 对布鲁克会计是很强的 打算在哪个学校 我现在深了 现在联系了什么UBC啦 波特路啦 这些 反正总放我鸽子 但是外国老师嘛 都习惯了 现在不是华人教授吗 那布鲁克华人教授多吗 还是外国教授多一点 那肯定是外国教授多一点 但是华人教授也有 有很多 你选择的话 你是想 你为啥不想再找个华人教授 试一试 让你 得先找一个要我的华人教授 他们那块 我没看到有什么华人教授 对我的专业主要是 我再怎么离谱 我也不会跨一个大专业神 就是 你像我现在做的是一些组合数学 我就不可能去升一些连续的数学 这是高数什么东西 研究微积分那些东西 我就不可能去 教授的课可以抢 教授的课 其实不用抢 因为我上的都是研究生的课 就没有抢的必要 我有一次没选上课 他们这边加拿大是每个 每一年有三个学期 跟国内的一样 春季 夏季 和秋季 就说我来了 已经上了三个学期了 虽然才短短的 大半年吧 一年 然后我们这块就不用 反正我的课是都不用抢 我有一个学期忘选课了 然后到最后 最后最后最后了 都要上成去了 才发现 然后就 就都那个什么 那咋办 反正就都选 导师给你选了 是不是相当于 对导师 也不能说导师给我选了 就直接给补选上 我自己给补选上 就我也 然后录取的时候 其实要是本科在这边上 其实更容易一点 要是上硕士的话 因为他会把成绩单什么的 直接给你弄过去 你像咱们 本科 那个坑街学校 他天天就 一去找他要成绩 就必须得本人过来 然后学校还不给发成绩 就特别麻烦 对他要求是你学校的 把你的成绩密封 证明资料什么东西 从密封 盖上学校的公章 然后用学校名义 优出来 他这边学校就会自动给你优出来 但是国内就不会自动给你优出来 可能也是 就很烦 他们国外这个 这个去申 他们上大学和上 他们不管是上大学 还是上硕士上博士 都是申请的方式 都不是考试 你想国内就都是考试 然后考过去 对吧 所以所以这个可能就有有点 对 其实考试有考试的有点 考试大家都有一个标准 对 你说硕士 你说硕士的话 你想上青蛙 想上伟大 你是不是说那个考研的时候 四百五满分 你要考四百四十九 你就没什么问题 青蛙伟大 四百都上去了 但是现在我的 对啊 但是现在尴尬的 就是完全不知道 他们看点什么 你说看成绩吧 成绩 大家都一样 看学校吧 这个我也改变不了啥 然后你看一些什么 看一些发表文章吧 也有 也不差什么 就很困难 加拿大疫情 现在我这边控制的 还挺好 但是都已经解禁了 而且 我们 小城市里边 一天也就一两个 左右吧 增加的很少 增加的很少 安全性还是挺好 你说最近要去打工吗 但是 现在还是不出去了 现在在家待着 硕士学分要求 确实确实没有学分要求 刚才不是说 有意思的ABC吗 选三 每个选两门 一共六门课就可以毕业了 事实上 我今年十二月份 应该就能适用完所有的课 你今年就毕业了呗 你修完课和毕业还不是一个概念 对 也不是发论文 你有个毕业论文 还得演讲 你像今年有疫情的话 演讲就网上演讲 答辩呗就是 就是答辩 其实华人的现象肯定是没有 就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咱们咱们咱们在 当时在波兰的时候 上数学课 碰上的那些外国人 他们好像 就是可能 就是脑子 对数学这个方面 好像就都不太 不太好使 那你 你现在的同学 外国的不光 对数学方面 外国人 你现在的同学们呢 学数学是怎么样 有外国人吗 有不少外国人 号称什么 狂热数学爱好 上零期有个外国人 对 离谱 跟我上一个课 然后 当时要做 presentation 做一个演讲 然后作为 那个期末考试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期末考试 然后选演讲题目 我和一帮 本科生分一起上 然后 我选了个 简单的 我感觉 还是别 别那什么 选太难的了 然后有一个外国人 上来就说 你跟老师说 你所有的课题 都太简单了 我一定要选一个最难 然后找了一本书 里边最难的一个课题 然后拉了三个人 然后他们要做一个小组 那两个人都看蒙了 我也看蒙了 我想这么难 完全不会 听都听不懂 还是我研究的 然后 然后这个外国人 上了三节课 交集一次作业的时候 把这节课取消了 为啥 他跟老师 给老师 给老师的理由是 课太多 但好像是感觉太能 取消了 然后 然后取消了以后 听说他把他所有的 所有的课全都取消了 然后也不知道 这个人怎么样了 他那两个队友 一脸蒙逼 被拉进了最难的组 然后他俩本来啥也不会 然后带着他们 做研究的人 把那些课取消了 他们俩现在 那个时候过得非常的惨 有人问你 这个九月网课 是啥形式的 是录播 还是这个直播 九月网课 目前来看 应该是直播 那个网上都说是 都说是 就是在那哪上课 在网上上课 而且现在来讲 应该是没有录播 都是直播 你用啥软件直播呢 上课 看教授是吗 直播软件还是得看教授 而且这个直播软件 很多 你像我这两天 给他们做提 什么改作业 用了一个 就是开会的时候 说改作业怎么改 然后就给了一个软件 Microsoft 然后跟人开会 又用了一个 共享屏幕的软件 可以共享屏幕的 视频软件 就是看老师的喜好 然后又跟谁 meeting来 又用了一个新的软件 什么zoom 微软 还有lightlight lightlight 还是什么东西 全都用 就你 你说实的话 其实就是相当于 你不需要上太多的课 但是你需要经常讲课 是吗 给学生 给本科上 看分 其实看分的课程 我要是分的一个 没有讲课 像这学期 就分了我40小时的 就没有讲课 所以说就 比较闲 要是正常的话 一个学期大概 130个小时左右 你要讲课的话 是有钱拿 是吧 嗯 是有钱拿 因为他这边是 TA的话 是包含在你的这个 给你的项目范围之内 就是他会 把你的学费全都覆盖住 然后还会给你部分生活 你问TA怎么申请 然后TA的话 TA的话申请 你要是本科的话 就得和学校里边会 就是每一个系专门 有一个管TA的人 你得找到这个人是谁 然后你得跟他 就是向他提出申请 但是如果你要是研究生的话 第一年是不用提出申请 他会那个自动给你派罚 对默认的 你这个 你除非你跟他说 你不干了 你要取消可以 就是他会默认给你发 然后发的一些奇怪的老师 你会非常的偷偷 中国人当TA的数量多吗 其实挺多的 你只要是研究生的话 你就必当TA 那你们相当于这个TA 就相当于你的一个校内兼职的 就是 对 TA相当于是校内兼职 然后校外兼职的话 其实也有 他们这边校外兼职种类有很多 但是大部分他都是 你像酒庄也可以去 我就想去酒庄来着 但是现在有意义 对 说是在地里边每天种地 然后 省这边的最低工资是 每小时14刀 就是 每小时给你14刀 然后你就去种地 然后种完地以后 偶尔你还能慢慢就什么的 没准能尝成 没准能尝成原汁 能吃葡萄 喝点 也没啥问题 那肯定是能吃葡萄的 那那个 当酒保 当酒保 在酒吧 酒吧有点够强 因为这块 反正我感觉酒吧挺危险 村里 都在一些 就是繁华的路段 而且村子里边繁华路段 也就那么几个 然后有的时候 还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对 深海的话 没车的话 其实它的公交 包含在 那个学校的一个公交卡里 然后 周六周日的话 就比较 比较车少 然后周日的话 车会非常少 所以你过来的话 先考驾照 驾照还往说 就是国内的驾照 到这边 在温哥华是可以用的 但是在这边 是在安大略省 是可以开半年 半年 那考的话呢 而且是从你入境 开始考 是从头开始考 考的话就 看国内驾照的 那个时长 所有公交都 满时长的驾照呢 那得考多少 满时长是四年 四年以上的话 就直接在这块 可以考G牌 但是G牌得 那什么一下 G牌需要 需要一次分 它是分啥啊 它这个驾照 它的驾照是分 G1 G2 和G牌 三个 G1大概是国内的科目一吧 你去达40道题 对30道 就可以 然后G2是 入考 对 你想想 如果你要是国内驾照 满一年的话 可以过来直接 就是G1 考完直接考G 否则的话 你要G1考完 等一年 再考G2 然后再等一年 再考G牌 等一年 对 它等一年 而且 但它这边 你要是拿完G1以后 理论上来讲 你不是可以开始 但是B1你必须旁边做一个满四年以上价零的G牌 对 然后G2你在就跟驾照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是保险贵一点 你已经可以买车 自己开长途什么东西 你在那边 就能G2 别啥的方便吗 酒 酒的话 它是你得去一个叫LCBO的地方 正常情况下 你是不能在超市买酒 这点就很难 而且你买酒必须拿新冲证 对 但是现在有一些超市也有 小超市的话也有 你像小超市的话 它会有一些啤酒什么东西 买酒还是没有 而且这边考完驾照 可以喝酒驾驶 但是尽量还是 喝一哨子的话 喝一哨子的话不算酒驾 那怎么凉就 喝一杯 我知道那哨子杯 但是它怎么知道你是只喝了一哨子 测酒精浓度吧 你要是能喝的话 你没说能喝两哨子也没啥事 酒精不过敏是吧 对你要喝酒精 对他这边学车 你其实你要是技术高的话 你就自己跟家门口练练也行 你像自己找一个朋友借个车 然后在家门口练一练也行 但是你这样子的 你不能被警察撞见 警察撞见的话 他必须得有四个驾照 他考试是自个报名 对考试什么都是自个报名 他们这边也没有正规驾校什么 都是联系当地的教练 华人教练 或者是外国教练 对吗 对还是看自己状态 酒量好 他这边有专门卖那个测量酒精的那个东西 你喝完之后你就吹一口 带着那个去酒吧是吧 然后 对你就带着那个去酒吧 就玩命的喝 喝完一看吹了没啥事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开车子 那你在那边就 布鲁克还是拍手的要喝 因为布鲁克没有 大宠华上 华人教练 他贵吗 这个找家校教练的话 我目前上的这个华人教练 他不是很贵 55到一个小时 然后 然后他是有大合级 600到一个大合级 就是给你讲 讲到你完全会 600包过那种差不多 倒不知道他包包过 不知道你考完一次 就是没过以后 他怎么办 那你那个啥 你现在考得上时间了 你这个驾照 我这个驾照 本来G1考 G1我就考了两次 然后 不考花钱 考完了以后 花钱 15刀还是 好像就15刀 异常 或抽到的题 很异常 然后就挂掉 他有题库 但那个东西好过 有题库 就是比国内的 比国内的科目仪 好过多 比国内的科目仪 还好过 我感觉好过多了 科目仪就已经 挺简单的了 大家不都是 一次过的吗 多来惨愧了 问了我几个片的知识点 我就没记住 他那边周围跟国内 就是区别大 很不一样 我感觉区别挺大 是有平台 就是你没啥事 你到路口 每个路口 你得停那么 一秒钟 两秒钟 瞅一眼 就是看 旁边有没有人 啥 然后还有 就是有什么路牌 有野生的路出过 出没 就我 我 野生动物 还有什么迅路 我之前也是在 在这上面看的直播 我看说有 有在那个加拿大 如果你这个 违章了开车 如果你开的够快 交警追不上你 你就可以不算 不算你违章 是吗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而且 公交车的话 跟国内 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 没买公交卡的话 是很贵的 很离谱 它那个正常的话 你像盛海的话 它是 尼亚加拉 算是一个大部分 它有一部分是 盛海本 本村内的汽车 这个是三刀 每次 然后你要是 整个尼亚加拉的话 就那晚上能给你 开到瀑布的话 大概是六刀每次 但是如果你要是办个 半年卡的话 大半年卡的话 就是 直接就是 二百还是三百 我第一次去瀑布 就是因为 半夜坐错车了 坐反了方向 正常来讲 我要是没有卡的话 我都不会上那辆车 那辆车是六块钱的车 但是我以为它是三块钱 往村里边发的车 然后坐反了 坐到了 坐到了 那个瀑布 人生第一次去瀑布 是大半夜 十点多 然后 后就 就在那待了一会儿 坐了末班车回来 否则的话 那天晚上可能就要再瀑布做 就要再瀑布活 你穿的衣服是啥的 是你的校服还是啥 还是 咱们学校的 咱们学校的 校服 咱们学校啥时候有校服 也不能说 有那个什么 纪念品商店 你去买 纪念品商店 对 对买 而且我发现这边纪念品商店 国内纪念品商店 买个衫什么东西 我现在发现 有一个好的东西比较好收集 就是那个毕业熊 毕业熊是啥 他每一个学校毕业的时候 都有一个毕业熊 就是 好像是一个太迪熊 还是什么熊 然后穿着一个毕业 就是一个毕业生 我感觉那个东西 就是贼可爱 你现在有 就是 对 我现在没有 我没毕业 我本来送给 谁来着 送给一个学长 有过一个 以前他们 然后我看那个约克大学的 和布鲁克的 还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约克大学 那个熊 特别好看 然后本来我想去约克 再一看 再一看约克 多伦多可能有点 偏 就不去 约克还行 约克 在多伦多那边 还不算太偏 那都是 他不 他不有俩校区 他有一个校区挺偏的 那个都没人去 另外一个校区 还行 你当时出国的时候 都带啥了 出国带的这些东西 可就 正常来讲 网上我当时 我还看到这个帖子 当时就给了我一堆 很异谱的爱 现在他说 这个第一个转接插头 是肯定要的 是带啥 带那种欧盟专用就行 还是啥 搜加拿大 美国专用 加拿大有搜加拿大的话 淘宝是贵的 还不贵这个东西 偶尔在这边能买到 他这边电压是110幅 然后偶尔能买到 在这边有一个叫 兜拉拉玛的神奇商店 就是 一元超市 大甩卖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东西 还是个连锁企业 然后这是转接头 其余的就是衣服什么东西 这边其实都有 如果去多伦多的话 什么的 都挺好买的衣服 而且 价格和国内 我觉得差不太多 而且这边如果要是 干点活啥东西的 加拿大加币的话 还是给的挺多的 对 边压器的话是必须带的 然后 当时有人跟我说 要带床单被罩 然后我说床单被罩在这边贵 然后我确实是带了一个床单被罩 到现在我用那个床单被罩都盖不住我的床 他们这边床单被罩10块钱 但是10块钱换算人民币的话 50确实是挺贵 说的没错 50床单没着 对 50床单就一个大床单 那是挺贵 对对对 但其实 其实如果你欢窜成加币的话 10岛 他这边 你要是外卖的话 点个外卖送餐费就不到 就吃两口外卖的事 然后带了一堆很重的东西 就很奇怪的东西 当时听他们说 还有人给我推荐要带打印机和电脑连接线 就是那个网线 说加拿大卖的贵 当时我还去五金店看了一下 这个就很离谱 带啥 它确实是贵 但是你用得着 然后你正常带的话 你就带一点 带一个变压器 基于你穿的衣服 这边冬天的话 如果不熟悉 南方的人的话 南方的朋友的话 就在这边买 其实也一样 冬天冷吗 跟国内比的话 跟国内比也就是东北的 我感觉 因为你是东北人 所以你感觉还可以 其实跟天津也差不多 有暖气的话 我每冬天 把暖气开到最大 夏天空调开到最大 冬暖夏凉 啥中央空调还是 中央空调 但中央空调 在发热上 还是不用暖气 吹热气的暖气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控制 这也是吹风的是吗 电费 电费 对 也不算是吹风 但是往里看也是暖气 电费的话 一般都会包含在 房租里 这个要租房子的时候说 电费 网费和水费 网好吗 这种包子 基本上都包 挺好 你出国是 因为我房东打游戏嘛 所以我们用的网 就是最稳定的网 房东的需求 你用的网 年轻小伙子还是小姑娘 比我大一岁吧 小伙子 但是他跟女朋友住 跟我们一起 他是他是加拿大华人 还是也是留学生过去买的房 也是留学生过来的 然后买的房 你出国的时候 你带啥吃的呢 就像咱们当时去去波兰的时候 带了好多吃的 火锅就吃完了 不是为了这个东西吧 首先它是带不出来的 就是带肉的东西都是带不出来的 然后补带肉的吧 一般情况下 这块都有外的 大统华那个超市还是很齐的 辣条有吗 对辣条辣条有 但是确实是比国内贵 手机电脑啥的都是通用的 那个 你有那个变 有他他这边有专门卖那个插头 你如果有那个插头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买一个 那个变压器的插头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机电脑 手机是完全通用的 手机你就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然后电脑的话 你这个插头你得换一下 这边也有淘宝 但是这个边淘宝就是很慢 亚马逊 30天吧 当地的这个 是你朋友来了 淘宝 对 他估计也不知道干啥来了 很离谱 他淘宝是当地的那种小网站 然后 亚马逊这种 淘宝就是淘宝 就是淘宝 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叫阿里巴巴 英文的阿里巴巴 也能正常使用 麻将 麻将朋友 我已经 我已经打不过他 我认怂了 打麻将 我真的是认怂了 他就阿里巴巴 跟国内一样吗 能卖的东西 应该是一个公司 但是就是运费啥的 比较 运费 其实有免费运的 但是我当时买的 那什么的时候 还是走到国内的阿里巴巴 国内的阿里巴巴 过来是一定要运费的 然后你要是选拨好 还有海关税 有什么双十一 比较离谱 这些东西 有黑色星期五 有很多 天天没啥事就促销 我感觉他们都要不消 消费 原来电脑那个 比较变压器 对 电脑那个变压器 应该是那个核 总之 电压这种事 注意一下就行 是不是 就是那个插头转换器 是吧 插头转换器 反正我喜欢用插头转换器 但是也有那个什么 就是直接 其实你买一根线 你就直接插到 你电脑的那个 那个变压器 那个黑色盒上 你直接插上就行 买一根线 就可以直接 当国内那个用 你们用自己蝉血 住house的话 其实不用 你像我们家 大家都比较随意 而且大家都比较窄 都喜欢打油踢 没有人蝉血 冬天初 有过那种血 特别大 出不去门的情况 我们这边没有 但是你要去一些奇怪的地方 爱德华王子岛什么的 还有那个 叫啥来着 你就是加拿大地图 你就往北找 就是一些奇怪 最北段 最北点 那种地方 我估计相当好移民 去了就能移民 对 药品要啥的 你当时出国啥能带 药是可以带的 这个东西 反正我出国的时候没人查 我出国的时候也是赶上挺奇葩 领学钱就领了三个小时 就不限制药 就随便带是吧 当时我就不行了你知道吗 就是告诉我们 学钱这边请 学钱这边请 然后我就跟着过去了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可以不令学钱 但我也没不令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不令 然后就跟着去那边了 然后那边那个长队排的 我的天 大家都开始坐到地上 看电影了 然后后面来了一个人 我马上要排到的时候 我非常贴心的提醒了大家 你现在要是排到这的话 六个小时以后你才能出去 就很离谱 你还有啥别的 别的想说的吗 你想说没说到 别的的话 时间好了 总之就是 对就不要 带东西来讲 就不要带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是大部分东西都有 带点钱带够了 就没啥问题了 太值得了 但弹幕上还 这个就是 弹幕上还有 还有没有 没有其他问题了 那那咱们就今天先到这 OK吗 嗯 妥吗 OK OK 好 那咱们今天就 你那边能关吗 还是我那边关 OK好 拜拜 好 拜拜 等你回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